客運到站 幾名富人 像是在平行時空 無視排隊人籠準備上車 你要排隊 你後面的人都這樣看著你們 你們就這樣插隊 這樣對嗎 詩雞大哥 大哥 這幾個都沒有排隊 一旁熱心民眾健壯 出聲大聲制止 幾名富人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還忙著講電話 緩步向前準備擠上車 不過眼看一旁人籠儘然有序 富人開始知難而退 你們回去不要坐 別那麼拆勞 你們都去放著 這樣不對 大家都在排隊 不過紫色衣服的大媽 還是不死心 站在客運的車門口不斷張望 最後被客運司機給請下車 18日傍晚6點 新北市土城從永寧 往桃源的轉乘公車 三名富人意圖插隊 當時大批乘客週末返家 都很自然在這一段 後車線上等待客運 有遇過插隊 我來搭的時候是沒有看過 我沒有遇過 不要爽... 對於插隊 旅客幾乎沒遇過 大部分轉乘的民眾都很守秩序 不過這次遇上三媽來攪局 也許他們不熟規矩 但基本的國民禮儀 顯然都還要再加強 謝謝 葉維玲 陳志根 新北市報導 你享受到